本节目由搜狐视频游戏频道独家播出 好了,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韩国的TWCL的一个比赛 这比赛是打的决赛了 罗里特的Lucifer 最近Lucifer跟你们说 状态简直好的不行 凤凰被录像我待会会放出来的 你们不要着急 其实没什么看点 这条两旁都很轻松的把浪漫给解决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火药味 没什么看点 看这个比较好 这个是最后的决赛了 因为罗里特是个胜者组的冠军 所以说他这个有一分的优势 今天是个BO7的比赛 这个图的话其他也是很难打的 但是罗里特他用了一个他最擅长的英雄 我等 而且他很奔放 是练着三连开局 虽然说练的过程中有一点小波折 但是也还好吧 这个开局是蛮拼的 画面一顿一顿这个 很顿吗 很顿吗 我看这个直播也是这样子的 我的第四角也是有一点点顿 可能连到国外吧 流畅程度有一点点欠缺 大家将就一下就好了 还可以接受吗 你们还可以接受吗 不过前期的话 罗里特练的这个宝物 只有一个字 坑 吼叫卷轴是什么鬼啊 这里过来瞄眼 DK升级了 这个很关键 哎呀AC 要跟小狗肉搏吗 小狗不敢冲 这里有个BR 五个AC啊 因为罗等前期很怕弯曲 所以说 你一旦选到了罗等这个英雄就要玩命的 哎 刚才这个好像是 暗夜抢到了 王命的暴AC来防住亡灵的狗的rush 哇一个库罗你都不放过 然后AC全部营生了 哎哎哎 AC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方 但是 卢西伏不敢追 他的小狗太少了 小狗数量是完全不够的 这波要再拉多两条狗的话就差不多了 现在的话 卢西伏就是要用小狗来换掉罗里特的AC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干扰他俄本的一个链级效率 能不能猜到这里有没有东西卡住 神之撒粉有没有 有没有没有意识到 刚才这个DK没有被AC挡住 如果他行进的过程中 被卡了那么一下 他就应该有意识到有东西在隐身了 刚才还好AC隐身的位置还是比较分散的 没有挡住这个DK 这里在双线 双线不掉 这个树的话一定要有两个精灵来维修 不然的话可能会被打破 哎这个蓝胖都被卡住了 你敢信 这有个好蠢啊 这也行 这个是史上死的最冤枉的狼胖 被打到死了都没黄手一下 好像是打了两下高达 等这盘结束再开博彩啊 我现在切不出来啊 我在录屏啊 不好切出来 这个视频的话 我在比赛结束之后会传到网上了 你们想关注这个韩国比赛的话 也是可以看一下 这个比赛奖金蛮高的 冠军是有8000多的人民币 总奖金是150万 是不是比银传了个牛逼 其实这个150万是有个单位的 单位是韩元 这盘的话 呃 罗里特应该是个单窝等的数商本 这个血实就很不错了 DK有道3抽魔棒也还可以吧 这个WD去屠龙 跳进去 独打打打走打独打独打独船走好稳 好了 那现在的话 其实也还好吧 因为三本快好了 也并没有装着什么很大的优势 船是传送的船啊 你们想到哪里去了 把韩国的声音全关掉吧 我觉得留一点点吧 现在其实UD是不要急着冲的冲不了 最好就是把地图上的点给扫光了 这样的话打WD还好一点 这样WD到不了5 如果这一波冲的话将会面对一个接近市敌的WD 不过现在WD是没刀上的 已经是了 这么快 打这种WD就不好打 个人建议还是先压5申口 把群补该买的都买了 无敌群补 然后去的时候一波爆人口 这一波UD关键是UD不厉害打这个WD 暗夜家里有很多紧水 这波很难冲了下来 不过有些UD他就非常的套路 也不知道谁规定了 反正这一波一定要冲 对吧 一定要冲 库鲁苏卖了 换了一个没有换东西吗 没有买东西 是想抢占对方的点 因为我是广东人 所以说我的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 这波要强冲了 外头的话熊趴下来 熊加AC也是很能打的 后面有很多的紧水 这一波UD是跟暗夜的紧水在做斗争 就看UD打不打得过这群紧水了 不过总的来说UD还是不好打 哎呀 这个头熊剑被围杀了 外头没有小路 小路出来的太慢了 小路太少了 诶 这个小黑一发谁救起来 又毒了一下 这个小黑有危险 没有保存吗 这波怎么可能不满保存呢 哇 强杀小黑可能要杀崩了 不过这个小黑被围在里面了 出不来 就怪 诶又被围在里面了 好的这个跳 很关键 而且卡在里面 但是你这样强行来杀小黑真的好吗 其实小黑装不大的呀 这小黑死就死了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啊 我靠这个跳 我靠 这个操作 屌啊 这一波 这波罗特有两个失误啊 一个是 少了个保存 另外一个是太执着杀小黑了 不过即便是如此 他也扛下这一波 所以说 滴滴冲这一波 还是不太明智啊 打不光页 哎这波很强 真的很强 不好冲 以前多塔里面有个术语叫 团战可以输 隐魔必须死 但是洛里特他是不玩多塔的 他为什么这么执着 瞄小黑呢 这是个谜 诶 路西特抓过来了 这一波要交回城了 赶紧 把屋倒手了 赶紧跑 到五了 我等到五了 第二本什么书吗 我等看一下 打了个什么东西啊 没看到 而且现在我的 哦 勇气勋章 现在我等的话 最好就是洗个 哎到五了 这个口罗吧 我等上到五级 要洗个刀扇 那的话 他拿了群小狗 没有办法 面对一个没有刀上的窝等 其实小狗是很厉害的 我等是要去洗了 啊 三条两毒去屠龙 三条两毒去屠龙 然后再买一本书 团战之前就洗 现在先不洗 先不洗点 先去沙龙明 然后等大战时候再洗点 哎 飞艇抓起来 好的反应很快 很机智 但这条狗可能要死了 这个是替死狗 替龙明死的 然后当船回来 哎 小鹿小鹿 当船回来 洗点 不会想跳 回去吧 你这是在逗我 哇塞 没有当船 跳回去了 你跳 倒是跑啊 边跳边走行不行 他已经忘记他会跑了 这个是 2016奥运会 三级立定跳的参赛选手 哎 这个我的 已经洗成刀散了 但熊已经死光了呀 回来的太晚了 哦 熊还有两头 回来的太晚了 这个诺瓦打得有点浪费 感觉露西夫打不过啊 这波 三级刀 不跟你开玩笑 哎 沉默 有个血石 血石还好 血石还好 然后小鹿取上一下 再喝一口水 现在等熊出来 下面还有一口 很多井水的月井 精灵爆出来 爆了一下 又滴的魔法 又刀一下 然后引伸 有粉 哎呀 这三级跳有点 这是三跳两刀吗 三跳两刀加错点了 我就说 怎么这么不给力啊 这个刀上三跳两刀有必要吗 原来是加错点了 崩了崩了加错点了 本来三刀两跳 还是蛮好打的 露西夫没有 还有群补 没有用 我没看到这本群补 那有群补的话 哎呀别卡啊 有群补的话 阵地战还是挺坚挺的 输了 没用 没用的 你肯定要煮刀上了 你战场 在家里面 家里面这么多井水 还有商店买东西 你生命危险 基本没什么生命危险 还有个大雪石呢 一般你刀只是用来输出 你不用跳进那个敌人堆里面的 你就站在战场的边缘 给他刀下 然后就走开 只要把你的魔法的输出 给打出来就好了 嗯 嗯 感谢观看